当宝宝出生以后,很多家长就会拿孩子和家里的人对比看看长得比较像谁,特别害怕孩子随了家长的缺点,甚至有些女孩在找对象的时候,就找颜值高的。 老公长得帅孩子一般不会特别差,那爸爸的哪些特征最容易传给孩子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一,眼睛。很多人都喜欢双眼皮的孩子,显得眼睛有神。经过科学研究,如果父母双方都是单眼皮的话,孩子一定是单眼皮,如果妈妈是单眼皮,爸爸是双眼皮,那孩子就会以传父亲成为双眼皮。 只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没有长开,可能在时至单眼皮,长大以后就会变成双眼皮,如果夫妻双方都是双眼皮,那孩子必定是双眼皮。 二,头发脱落明显,有些男性很早就会有脱发的征兆,有时候不到中年就出现了秃顶的倾向,很担心这会不会遗传给孩子。 四,其实秃顶是具有性别遗传特性的,只会传给男孩,不会传女孩。 在有男孩的家庭里,如果爸爸和爷爷都是秃顶,孩子很可能被遗传。 如果爸爸不是秃顶,爷爷是秃顶,隔开遗传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。 如果爸爸和爷爷都不是秃顶,那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担心了。 三,自然寿命的长短,有些人可能会积坏寿命的长短,一般都是跟个人的身体状况,以及环境有关,跟遗传有什么关系呢? 但是根据研究表明,孩子寿命的长短跟爸爸的基因,是有很大关系的。 主要是跟父亲基因中的端力有关,如果这种基因端力越长,孩子的寿命越长,反之,寿命就会越短。 四,有耳朵,有耳朵,又被称为失耳朵,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,比较容易传染给女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